我自己包括了自己二十多年了 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傷啊 那小時候覺得那叫敬業 但長大之後才會覺得說 其實也是因為環境的一些不夠 不夠 strong 那我們都希望說不管是台前幕後的 多音應該要被招呼 這是心疼的啦 很心疼 很心疼 凱君 你那個臉書和閃閃的黑色的女生 你是有在關心這件事情嗎 自己入海也很久了 然後找些年的工作環境 工作安全的東西 其實是更 這幾年其實已經算有進步 但永遠都還有需要進步的地方 那因為我看得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我自己又是父親嘛 但也不方便說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劇組的人 或是同一個劇組的人 那唯一能做的就是 用這個方式來默哀 那我們就希望說 不管是台前幕後的 多音應該要被招呼 因為台灣的環境是比較 就是不管是在法律上還是人情上 都是請理髮請跑在前面 那因為我們的影視工業化 一直在喊工業化 但我們始終沒有 沒有真的工業化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情的事情 我自己包括我自己 二十多年來 我自己身上也很多傷啊 那小時候覺得那叫敬業 但長大之後才會覺得說 其實也是因為環境的一些 不夠不夠 strong 才會有這種方向 可以拿 甚至會吵析了這些 但是其實演員已經很幸福 因為我們是被照顧了最好的 但是工作人員真的 對啊 對啊先這樣吧 只是心疼的啦 很心疼 很心疼 好 哈嘍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嘍大家好我是李柏英 哈嘍大家好我是柏舒瑤 哈嘍大家好我是一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 快了